看看新闻网 悠扬的歌声缓缓响起 说起来王菲和邓丽君也颇有渊源 18年前同属一家唱片公司的两人 原本有机会合作一曲 《没迷迷之音》 起料随后邓丽君突然离世 18年后王菲在舞台上额常夙愿 以歌声向偶像致敬 十八年如白居过西 邓丽君的歌声在经历了岁月的洗刷后 依旧被广为传唱 而昔日的王菲在一月成为乐坛天后的同时 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慈善事业上 邓丽君诞成60周年纪念演唱会的当晚 2013中国慈善名人榜在北京接榜 李亚鹏王菲夫妇凭借 严然天使基金 荣登慈善名人榜榜首 由于王菲忙于准备当晚的纪念演唱会 当天活动上只见到李亚鹏一人的身影 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公益 遥想当年王菲和李亚鹏结婚之初 外界对这段重组的婚姻并不看好 如今两人在生活之余携手慈善 让一切谣言不攻自破 李亚鹏果真想天后老婆喊话 想再生个娃 再当高龄产妇 现年44岁的王菲能同意吗 对此李亚鹏也老实交代了 同意跟那个实施是两个概念 那他应该是同意的 那两个女儿有影响 我觉得人肯定都会去追求完美 一方面要追求完美 一方面也要接受这个有遗憾的人生 那会大概在这两个人 这是私人问题 舆论新京地北京采访报道